在高维直播桌上呢 有一个风云人物 就是威斯林 今天呢 有许多他的新闻报道 可以说是扑克界的话题人物 今天我们因为扑克 就有一个聊天分享的形式 邀请到威斯林 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精彩扑克历程 大家都很好奇 那个就是你的一个生活 因为你看起来很小 你多大 26岁 可以讲讲你的这种成长背景吗 中国我读的 读中高中 重庆都在 然后我高中变了以后 Gap了一年 然后就来美国 然后先去 一个U.C.Santa Cruz 然后后来 在U.C.S 读的那个计算机 然后后来去 伯克里读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这样 也是计算机 然后你是毕业之后 直接又开始去 做这个金融方面的这种行业 没有 我很早就 新闭圈了 我可能是 圈内最早的几个吧 对 你刚说那个 因为我之前在Sony 然后就包括朋友介绍 你的时候 都说你是B圈的大佬 然后他们很标 很多就是 解说你的牌 手牌的视频 在网上能找到 然后他们的标题都是什么 来看B圈大佬章材 然后就特想知道 你在B圈是一个 什么样的地位 或者说你在B圈 特别聪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是Berkeley出来的 市面上有三分之二的项目 就是出自我们Berkeley Berkeley也很明显 Top 10 世界前世 所以说相当于我们是直接参与的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会赚钱 是为了改变世界 你知道吗 为了改变世界 后来发现就赚钱了 对啊 我们做这个驱惑链技术是为了改变世界啊 最开始 后来越做越大了 我当时才15岁了 哇 你大概15岁就已经参与到这个其中了吗 对啊 我会携带吧 好厉害啊 天哪 我是没有 我是喜欢这个东西 我之前看过你接受一个就是国外的这个采访视频 然后他说 他说你是因为损失了两千万 那个也是随机采访的 就是那个WSOP Pokerio死就 Day3吧 Day3的时候把我拉过去 随便采访了一下 好像你打到很靠后面 然后那个筹码都很领先是吧 Day4 对 你是不是打法很波动的那一种 你后面是怎么掉下来的 没有 我后面是撞了台 敲嘴 人家3B底车只有50个BB了 人家天顺 那没办法 那确实有点难过 无所谓了 我本来就是想要么就去File Table真低的 要么就早点死 就早点死 反正我都已经 就是我已经可以开Shot 知道吧 今年是历史第二周的一年 有8800多个人 就反正好像是几百名去可以领钱 反正我是领到钱的 就是已经进成圈了那种是吧 对对 我已经进了 所以就差别就不大的 因为你之前说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是没有了解过什么范围 GTO之类的东西 对吧 然后你后面有专门去学习 比如说GTO啊 然后就是范围啊这些 肯定有啊肯定有啊 这不学怎么打 那你怎么看 就是对于一个刚接触 不可七个月的人来讲 因为现在那个对于GTO的 反正我知道就打牌的圈子会分为两派了 一个是非常的崇尚 然后另外一派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抵制 甚至有GTO黑的这样出来 觉得GTO不叫 那都是GTO黑的 还GTO黑的 这个GTO都是被算法验证过的 这个还黑 不相信科学 哪有GTO黑 黑GTO的人肯定都是鱼啊 你全手全都学GTO 还GTO黑 这也太外行了 打得好都不可能会GTO的 那你平常 就你之前是怎么提高自己的不可水平啊 除了就是跟那些顶级牌手交流 然后和他们就是交流牌之外 你会看视频之类的吗 我应该会 我会复牌 你会复牌 就跑牌吗 然后去线上 去线上对 训练一下 线下的都是鱼啊 没有顶级牌手 就我打了一个五万美金买入 那个里面有顶级牌手 就这么说吧 线下大部分人是打不过 GGPoker那个100BB 然后一个BB200美金那个局 就200美金的局 你能打赢就基本上 能打赢所有线下局 那个局我觉得Garrett都打 大概率是打赢 我线上的高手都藏在这里了 是不是那个级别越高 然后就是打的人越厉害 线上对线上是级别越高 打得很厉害的 剩下就无所谓 剩下都是云 那锦标赛和常规桌 你喜欢打哪一个 就这两个比较 Cash Game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深嘛好玩 锦标赛全 就是他们一直保持深嘛 锦标赛到后面都是平一期的 最大牌的呀 嗯 就那么几个BB10几个BB 反正就是推 那能赢就赢不赢算了 对 这什么意思啊 两倍超纸 破例五万美金 我打十万 你敢不敢 我不敢 这种才好玩 那你觉得你的风格 比较偏向于哪一种 我现在日本 我现在日本什么的 也很有 他们都比较我年轻的 很像压唐 那你什么 年轻的汤多旺 打牌比较像吧 他之前的那个 很帅气疯狂的打牌 其实影响了一代 就是初期的国内的 这个德州扑克玩家的 其实 然后很多人说 他的打法害了 害了就是 对啊 所以他的打法又不正确 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 你比较像这种 那你其实是盈利的呀 对啊 因为我打的局好 我都是在跟鱼打 因为这样的话 我在节目上是 比较松浪的 然后在司局里 大家会被我的形象损一下 所以会 经常支付 支付给我很多钱 哦 你是在节目上 有意的去经营 自己的形象是吧 然后没有 没有有意吧 因为我比我比较平衡 他们打的 嗯 所以我有拍 没拍他们也不知道 嗯 那你也就是说 其实你也会有被抓到的时候 就大家比较喜欢来抓你 对 喜欢来抓我 但是 但是因为我的所有决定 只要是正义位的 长期来讲我就能赢 因为我的Bankrow很厚 所以 只要我能承受短期的波动 长期来讲能赢就好了 无所谓 没有太大关系的 我无所谓 抓到就抓到吧 你长期来讲 十次 里面你能抓到个一两次 你反正这种拍 我十次里面 八次赢就好了 无所谓的 你八次 我Buff掉几次 然后几次实拍 反正 总的来讲 我是总体来讲 整体是因为是正义就好了 我不在意短期的处理 那你到目前来说 有没有就是在 就打牌的过程当中 包括高额场 过桌上遇到过 有什么印象 比较深刻的事情 或手牌 跟我们分享一个 我最喜欢的一手牌 我让哈斯尔做个剪辑 就是那一手牌 那个Polar是 十五万美金多 就快一百万人民币吧 我是AK 然后那个叫Dylan的 那个白人 我是个AK 然后那个Tiger 老虎也是AK 先是我Open 然后那个Dylan 三bet 老虎四bet 我五bet 我Dylan 你拿个AK六bet 我call进去 六bet五万八千美金 还是多少 四万八千美金 我call进去 我们三人都是AK 然后那个Tiger AK负了 他有个草花K 然后我们俩都没有草花 都没有草花K 发了三个草花 我已经有十万美金了 我短打了五万五 那个Dylan看了这个坡 他看了半天 然后问我 我说他负掉了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他的牌 我先说可以 然后说不可以 然后他破了 然后我又给他开 然后他上 发了一个什么 三个草花有一个勾 直接Dank 你在他前面是吧 然后你就直接Dank出来了 一枪马也打掉了 对 直接Dank出来了 六B 六B比十 这种操作 我估计这个世界上 也没几个人 能操作得出来 关系这个坡很大了已经 已经打到 搬钱就打到十万美金了 很大了已经 你们后手当时有多少 后手啊 每个人还有十几二十万吧 嗯 DL已经打五万五 就像我听朋友说 你在美国现在打牌 经常会跟那些名人同桌 是吗 有没有就是 我们都很认识 都是很有名的 黄马的队长 那个 黄马队长 就是那个塔瓦哈 他也打复刻是吗 对我们在一桌打呀 然后还有内玛尔 内玛尔总是是吧 嗯 天哪 有那么多 这种 反正就是这些 都是顶劲名牛 然后Douglas Costa 以前 泛人的 以前 那个黑发里面都有他 那个妖心 就是数据特别高 嗯 那个卡瓦 黄马队长是世界第一 右边位 他是世界第一 右前 还有内玛尔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内玛尔求神 然后 他们打得好吗 隔几天我要跟那个 他们打得不怎么好 隔几天我要跟这个 隔几天我要跟这个 起个NBA的打 有那个 看谁啊 加雷特 皮尔斯 那你觉得他们视频怎么样 打的肯定没有我好呀 这个好像 其实虽然你学牌的时间 只有7个月 打牌时间只有7个月 但是你一直接触的 都是那种顶级高手 就是非常厉害的人 所以导致你怎么做 我没有我没有接触很多 顶级高手 就只要我打牌那两个人 算顶级高手 其他人不算顶级高手 你知道线下扑克的人 再强也就那样 真正牛逼的人 在线上 他们独岸啊 这种属于流量明星 包括你随便问任何一个 顶级Pro 你问他们独岸 到底怎么样 他们都都会说不好 这个我不是开玩笑的 是因为他们只配打那种老板局 他们没办法去跟真正的线上高手 对于普通选手 可能算厉害的 但是真正的线上 顶级高手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这个都是公认的 这个我也没有 说要诋毁他们怎么样 因为人家的目的 也不是打赢那些顶级选手 人家的目的就是打赢 普通的老板就行了呀 只要就是这个游戏 你要这么理解 你打的再好 没有好的局给你打 就像我我打的也没有很好 但是反正也不是Pro 他们都会要亲我 只要我打得赢 反正这些现象的这些老板局 我足够脸压他们 就能赢很多钱 我打排七位 就你那两百万美金 那你呢 你在拍桌上有失控过吗 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太会失控 这种小局无所谓 情绪管理还蛮好的 哎呀我的亏 两千万美金 三天都能亏的人 这种有什么失控 我想问问 当时你发现自己 亏掉两千万美金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就当时心态是怎么样 有失控吗当时 有点 所以我开始打排了呀 好的 最后感谢Visley 可以接受我们这次一位 铺客的采访 让我们了解到 呃 这位高了桌的风银人物的 一些日常生活 和他的内心想法 也谢谢你 给了我们很多独当的见解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